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Advanced Pro等 最近的观察是因为移民局收到了比以前更多的申请 另外现在审理可能比以前也更严格 需要完成更多步骤 所以好多时候申请人交了后比预期的时间长 还没有批准 是目前越来越普遍的一个情况 那么可以采取什么办法呢 我们在这里列举几种 首先比较简单的 你可以在网上提交service request 你Google搜索service request这个关键词 就可以找到移民局对应的网站 另外呢 大家知道移民局呢 还定期会公布processing time 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类别的申请 已经处理到什么时间了 在什么日期提交的申请 现在渴望得到处理 这个呢是一个估计 不一定都准确 当然你可以作为参考 比如说我的申请已经交了好长时间了 如果是140 比如交了半年多了 一年了 没有批 那么呢 你可以交这个service request 移民局收到以后呢 会给你一个回复 坦率的说呢 很多时候是一个模板回复 我们收到了 正在处理60天或者90天 会给你一个答复 那么答复也可能是还在继续处理中 但是呢 如果你的申请按照移民局估计 公布的这个processing time 还没有到 那么呢 你在网站上连service request都不能交 你如果尝试提交呢 这样会告诉你 现在呢 你的申请还在正常处理时间范围以内 一般来说吧 提交这个呢 也没有什么害处 所以如果你比较着急 那还是可以用 还有什么办法呢 可以约叫info pass 到本地啊 叫local的移民局办公室去问 这个呢 美国每一个州呢 都有这么若干个移民局办公室 有的州呢 只有一个 有的州有两个 或者更多 但是呢 如果你正好住在啊 比如大城市附近 离这个移民局的办公室比较近 那你当然可以去 但一般呢 他们不take这个work in啊 就是你临时决定去的 你需要在网上预约 有的地方好约 有的地方呢 要等的时间长一些 那么同样呢 你在移民局本地办公室工作的人呢 有的呢 态度比较好 可以帮你来查 也有的呢 可能态度比较老淡 或者呢 对这方面的专业不是很熟悉 所以这有一个运气因素 另外呢 像这info pass嘛 那你需要亲自去一下 花的时间 经历就比在网上提交一个request 显然要多了 此外呢 还可以联系移民局 通过电话 然后要求呢 加速处理 这个呢 叫expedite 我们呢 有一个单独的视频 讲到呢 说如果你的EAD申请提交了一段时间 不管是OPT EAD 还是你的485base的EAD 或者是其他情况的 比如说H4啊 J2 EAD啊 等等 像这些 你都可以 如果这个申请 交了相当一段时间 还没有批的话 比如我们前一段听说 OPT EAD呢 本来经常是三个月就批了 现在有的时候呢 要四个月 五个月 甚至更久 所以呢 对一些人入职 工作造成了不变 I485base的EAD呢 也有这种情况 像这样 如果你等着 要工作 但是呢 已经有一个工作offer 但是因为工作许可没批下来 造成延误 你可以联系移民局 可以要求加快 但是呢 要有合适的理由 要提供相应的证据 可以参考我们另外的视频 类似的呢 比如说 如果你有什么急事 假如说 Goth for B的家人生病了 临时呢 要着急 离开美国 去探望 提供医生的证明等 也有可能呢 回美证 Advance Pro 可以较快的批准 可以参考我们其他视频 用这个Expedite 作为关键词搜索 找到 还有什么办法呢 前面说的这个Expedite呢 我们也有亲身的经验 实际的案例 我们自己的同事 以及客户 成功的使用这样的request 然后呢 得到较快的 Ead的批准 类似的呢 我们也有亲身经验 就是说呢 联系议员 来加快这个处理 比如说呢 你的申请 不管是485啊 Ead啊 还是其他类别的 好久都没有批 那也可以联系议员 要求议员帮助 那么程序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你可以查到 这个服务本地的参议员 众议员 他们的姓名 然后呢 他们一般有一个网站 可以上传你的要求 到议员办公室 议员的助理呢 会和你联系 然后 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 但是在网上填表 可能会更简单一些 这个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在很多时候呢 还是有用的 当然你可以写一封信 然后email 简单的描述一下情况 你为什么需要加速 你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除此以外呢 对于适合的申请 比如说工作签证的申请 或者呢 I140 有一些类别等等的 也可以使用 Premium Processing 也叫加速审理 移民局呢 要另外收1410美元的官费 但是呢 这个不见得 对每一种申请都适合 如果是像工作签证嘛 一般你可以 可以较快的得到消息 如果是Premium Base的140 有实际的需求 原因可以 对于EB1A 或者EB1B 类别的140呢 不一定适合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 移民局审理要的时间长呢 很多时候就是它不堪重负 如果你催促移民局 尽快做出决定 尤其是用这个Premium Processing 移民局需要在15天内来审理 有的时候呢 移民官可能来不及了解你的所有情况 那么他可能更倾向于会发模板式的RFE 至少呢 从统计上 从感觉上 我们的经验和观察呢 是这种情况下 EB1140 用这个PP RFE和被拒的风险会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看到呢 这个申请提交以后啊 很长时间没有批准 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就是个人的这个生活呀 工作呀 怎么来安排呢 那这里呢 申请判定期间啊 申请已经交上去 虽然还没批 但是我有移民局的收据 还在等待 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说 你可以在美国境内来等待申请批准 即使在等待期间呢 旧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也没有关系 当然这个要有一个reasonable的分析应对啊 比如说 我申请我的B签证身份延期 六个月 那原来预定延期结束的日子都已经过了 那不管他批还是没批 对吧 即使批准了 在美国的身份 按照新批的延期来算 可能也过期了啊 对你就没有意义了 像这样呢 怎么办呢 那你不管是批了还是没批 你可以再判定 或者有结果以后呢 离开美国 不算非法拘留 虽然technically技术上呢 你这个身份过期了 但是呢 只要有新的申请判定就可以 我们在其他的视频里也讲过 那么另外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 希望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呢 你在旧的申请还在判定 没有批准的时候呢 也可以提交新的申请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要交不止一份呢 这个有的时候有客观原因 假如说 有的人用H1B在工作 然后呢 因为公司个人的原因 需要离职 那么H1B就失效了 那我需要在美国找新的工作 可是不一定第二天就能找到啊 那我怎么样继续合法留在美国呢 我可以提交一个B签证啊 移民局要好几个月来处理 判定期间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找新的工作 可能过了两三个月 我的B签证申请还没有批 但是我找到了新的雇主 答应给我提交新的H1B工作签证的申请 那么我可以再另外提交一份新的申请 这个呢 即使你有救的申请判定也不影响 类似的呢 比如说有的人可以转成H4啊 依靠配偶的H1B身份 然后呢 又找到工作 可以再要求转成H1B 或者要上学转成F1等等 总体来说呢 在实践中 像这样的情况呢 还是不太少的 所以呢 你可以有不止一份申请 同时判定 那么批准了以后 我到底算是什么身份呢 这个也很容易啊 那如果你有 假如说两份申请都在判定 那么你先有一份 申请已经批了 但是你最想要的那个身份 还没有批 那么你可以继续等着 等到你想要的那个签证身份批准了 比如H1B 那么呢 这个后一个批准的呢 可以覆盖前面的身份 那么你就按照后批准的身份为准 可以用H1B去工作 如果说你想要的那个签证身份 比如说工作签证H1B先批了 另外的签证申请 比如说B2或者H4还没有批 那你把申请撤销就可以了 怎么撤销呢 你可以联系移民局 所以呢 像这样你可以有不止一个签证 申请批准相应的解决在美国的身份问题 包括身份的空档问题 当然了 对于有一些呢 转身份的情况 大家知道呢 现在H539 要的时间也挺长的 如果是延期嘛 也许你可以继续等待 但如果万一没批 比如像给父母申请延期 父母呢到时候离开美国也就可以了 如果是转身份 有的时候好几个月没有批 怎么办呢 你也可以离开美国到境外去签证 这个呢速度一般来说会快一些 当然了 这个涉及到国际旅行 不一定对每个人都现实 好 那么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 申请提交后 很长时间没有批准 怎么办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感谢观看